臭宝说是寄了个玫瑰来 咱打开看看 一般养玫瑰的人很少 他都养月季 这就是月季 就是月季 哪有玫瑰 看着就是月季 就是月季 你知道为什么我看了这个就养笑吗 很多的臭宝认为买个老装的就便宜 这种的估计也不贵 也可能他花了很多钱 他认为这种老装的就好 我跟大家说 养这种开花类的东西 给你找对象 找媳妇是一个道理 就越年轻的越好 有些话说 找个大的 找个岁数大的知道疼人 那我不给你反对 他这种一旦年龄很大了 他就会退化了 明白了吗 他活性会降低 你很难把他养活 你很难把他养活的 他岁数大了 不耐折腾了 我跟花儿们说了无数次 什么老装的月季玫瑰尽量别玩 你买个小苗 对吧 你买一些个小苗 有些花儿说这种的你得给它救啊 那肯定得给它救啊 就不发根 用这个土种的 这个土没什么毛病啊 它就是不发根啊 它就是活性低啊 你换谁种也是那样 它也是活性低 也是不发根 你想想我大舅子找个媳妇60了 找了个媳妇60了 你说让他恢复步梦跳跳 你觉得他能步梦跳跳吗 不太现实吧 对吧 你还是说你找个媳妇 送你个法拉利60的那行 这种已经臭味了 就给它剪了 养着玩着干啥呀 记住了 养花就跟你找对象一样 它年轻漂亮的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找个排水透气的花盆 一定要排水透气 不要太大 你看这位花友 就从它这个土球来看 它用的花盆就应该很大 这种土它不爱发根啊 泥土不爱发根 大概差不多 花盆一定要选排水透气的 尽可能的小一点 越小越好 明白吧 我一看这个花盆更小 就用这个小的吧 买的时候别买太深 再给大家说一遍 尽量别玩老庄 新手 老庄不好活呀 活性低呀 不是说越老的庄 它越好活 不是这样子的 买个小苗就行了 来一丢丢生根液 再来一丢丢的杀菌药 很多的臭宝 老花盆你就没啥技术 来回就这些东西 就这些东西就够了 就三板斧 杀菌药生根液 再用一份好土 就这三板斧嘛 来来回回就这些东西 那还有的话 有都学不会呢 最后呢 正常给光照就行了 光照正常给 我都想给它放外边呢 你看我们养了好多越鸡都在这 你看是吧 你养这种小苗的多壮啊 蛮是花苞 它又爱开又好活 你说你养个这么大的 这么老的有啥用呢 好了 让那个大菜叶子给它遮着阴 这两天太阳还是大 过两天给它放到这个正常晒光照就行了 养月鸡养月鸡就得养这种 看到没 你看全是花苞 你给叫的是花 你又不是要素素大 先试这个道理吧 臭包 什么爱好都是些 好了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关注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很多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难一 白了臭包